那这个老法师在这一段里面 这一段里面就是对自己挥厚千金 对别人一毛不拔 而且有钱就骄傲 有钱就傲慢 老法师特别提醒我们 要多做布施 老法师说一家保卵千家愿 他说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老话 一家保卵千家愿 你的日子怎么过呢 你一个人富有 你基督的地方都是穷人 贫穷人 他们要找你麻烦 他没把目标都对着你 那么你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 像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个案子 这表示因缘果报争执不虚 我们这边在台中前几年发生一个案子 掳人勒索或来撕票的杀人案件 有一位经营电脑网站 赌博网站的一位负责人 在我们台湾省的台中 他那个赌博的网站 网站经营都非常大 自制经营到国外去 你可以在网站签赌 所以他的身价呢 据说有百亿以上台币 一百多亿台币的这个财产 那么有一天呢 他就去出国回来以后 歹徒竟然是他的司机 他的司机呢到台湾的桃园 中处进行去接他 用那个七人坐的车子接他 然后在高速公路上去绑架他 最后在车上呢 大概应该是有同伙的嫌患 给他一阵的苦打以后 要逼他呢 拿出这个 罗手的这个金钱出来 要留守他金钱 大概是 大概是这位赌博网站的负责人 不愿意拿钱 最后在车上被杀死 气势在台南的三七里面 手上还带了百万的名表 这就是这里讲的 一家保卵千家院 你有钱是因为过去生财不死 所以要怎么办呢 老法师说 真正聪明人 自己有福报 要分给一个地区共享 当然刚才讲的这个人是做不义之财 首先你要忏悔心要改过 要改写归正 你这个不义之财让人家签赌以后呢 签你的赌博网站呢 有时候就会请家荡产的 还有很深的因果在里面 那如果你是富贵人家呢 你是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巨富 在这个村落里面或在这个城市里面是一个有钱人家的话 你要怎么做呢 老法师说 你应该把福报跟这个地区的人分享 比如说你可以成立奖协金 你可以在回家乡颁布奖协金给这些清寒子弟 有灾难的时候你应该发动救济啦 要赠灾啦 要救济啦 或者你到地方去 在这个地方呢 特别贫穷地方 你去拜访这些乡镇公所呢 去跟他 请他提供呢 在这个乡里面这个市里面 穷困人家 特别穷人家的民策呢 你能够发放救济的救济金跟救济物品 去跟他做慈善关怀 像我们台北盛弘山公司江董事长 他带领他的儿子他的家人他的干部 他的公司员工 利用员工自己的休假日 还不是公司给你 给你这个 这个 工假 而是用你自己的休假 去养老院 去孤偶院 去慈善机构 去嫌善布施 去关怀独居老人 老板叔说真正聪明人 自己有福报分给一个地去共享 像申鸿昌公司就是把福报跟全台湾共享 那就不会一家保养全家院 那就会把福报给大家分享 那就是菩萨有福德不受福德 金刚经里面有这样讲 菩萨有福德不受福德 你把福报分给一个地去共享 没有一个人不翻起 所以盛鸿昌公司如果去关怀这些慈善机构 缩农机构 或是独居老人 孤偶院 议论媒体都会报道 那大家都会随喜赞叹 而且会学习 所以没有一个人不翻起的 没有一个人不爱你的 没有一个人不拥护你的 那是聪明人 古人讲了一句话 老祖宗说 得人则畅 诗人则亡 祖宗讲的话一点都没有错 老祖宗对这件事情看得很清楚 你如果说老祖宗的智慧不如我们现在的 那就错了 现在的人的智慧是把地球带向魅王 为什么 因为自私自利 你争我躲 那就把地球带向魅王 老祖宗的智慧是叫你千秋万事 是国太平安 到底谁有智慧呢 现在的人吃大龟就是对老祖宗怀疑不相信 造成自己身心不健康 拼命在造业 造成地球上喜多灾难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你看现在金融的风暴 一夕之间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 是地球村啊 全部都受影响 所以老祖宗说呢 有福要跟这个地区 这个城市大家一起共享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补充 那么这主要是要了解 一个人如果千金可惠 待人一毛不拔 然后有钱也是嗜财绝傲 零零礼曼亲朋 这就是你不懂的 不了解财富 到底为什么有财富 有财富又要怎么办 无量说你们跟我讲 爱一荣华不可藏宝皆当卑林 所以对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 你必须要了解 无量说讲这十二个字 你就不会起着执重 你就不会起着贪爱 你就不会为了他造业 你了解荣华富贵 犹如旧夜双 就爱一荣华不可藏宝皆当卑林 无量说有没有讲说 无可乐得 爱一荣华不可藏宝皆当卑林 无可乐得 宗族一定会离开的 要常常想这十六个字 爱一荣华每一个人都喜欢 但是你要晓得是保不住的 是非常短暂的受用 一定要把它看破 真正看破之后深入境上 你有智慧了 你就懂得怎么运动这些财户 去布施 怎么运动这个权位去帮助别人 去帮助老百姓 去照顾老百姓 你有智慧了 你就不会去迷念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有智慧以后 有智慧以后要了解 世卫哪有法未隆 爱一荣华是世卫 世间的味道 这世间的知味 比不上智慧的法味 但是法味一般人不容易尝到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 为什么 因为法味是真的 世卫是假的 你想要学真的得用真心 现在人没有真心 全是假的 悉情假意不是真心 真心是什么样子 印光大师说 尝尽两个字 真诚恭敬 这个态度现在没有 真诚恭敬必须要从小处去培养 这个地方跟你讲 远远远远远近天道即盈 交位家人后先及及啊 古报是不是用尽的啊 天道即盈就是你有钱有富贵的 你骄傲啦 容易遭天际度啊 遭天际啊 灾后就来临了 是要怎么样 要真诚恭敬 那真诚恭敬要怎么去得到呢 要从小地方去培养 现在都从小就舒服掉了 父母都要工作没有人交小孩啊 都交给什么 交给 在我们台湾讲叫做外劳 交给佣人来交啊 交给祖父母来交啊 祖父母溺爱啊 佣人他不会交啊 那祖父母溺爱喜欢孙子疼孙子一切都随他 这还得了吗 然后瓦斯说 所以现在的小孩子影响他最大是什么 电视电动玩具 现在在将电脑平板电脑手机 这些东西影响很大 这些东西都不是好东西 把那个小孩子天真真诚的 就在玩电动玩具里面 玩手机里面就丧失掉了 所以大陆曾经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论坛的分享 有一个妈妈起来分享说 她那个小孩子 在跟她妈妈玩游戏说 我杀我杀我杀杀杀 她妈妈说小名字在说什么 小孩子跟妈妈讲说 这是这个电动玩具里面讲出来的这个名词啊 你落武啦 她跟老婆是这样一样 她跟电动玩具学 跟电脑学 真诚恭敬心都在电视电动玩具里面消失掉了 她不知道孝顺父母 不知道尊重师长辈 不知道友爱兄弟 这人人最基本的要求她做不到 她没有沉浸心 长大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养成习惯了 表现在外面就是浮躁 内心没有沉浸 心浮气躁 我这一次到上海 我问周期 演讲 因为英国起诉录 他们拍英国起诉录 就拍这个沙盗淫妄 摊成痴啊 王禄涛导导 王禄涛导导一跟我讲 就是傅充老师他们跟我讲 欠了人民币50万 那我就募了50萬 帶了這個善款人民幣 到中國大陸去 送給這個英國起訴路 讓他們這個電影可以 最後可以收尾 可以配業跟剪接 那我在坐高鐵到溫州的時候 我在車上就感覺有這麼這個情況就是 我看到一個年輕人 有兩個年輕人 一個年輕人非常的好 他在開寵物店的 幫寵物剪毛 非常有禮貌 非常體貼 非常的好 另外一個年輕人也非常的好 我那個行李箱太大提不上去 放在他前面 他說沒有關係你放 讓我非常的驚訝 這兩個年輕人的年紀都不大 一定有非常好的家庭教育 另外一位就比較不行 我買的那個高鐵 那也是一等艙的高鐵 價錢稍微貴了一點點 因為要在車上看看書 希望連近一點 我就看到隔壁的一位年輕人 大概是做生意的 從沿途這樣做高鐵 三個小時都在講手機 講的聲音全車都聽得到 是這裡講的 心浮氣躁 心浮氣躁 這種 現在人的這種心態 求聖賢的邪問 是很大的障礙 像剛才我講 在高鐵上那兩個年輕人 我在跟他對談裡面 感覺他彬彬有臨 另外一個 讓我放心你的說 態度非常的恭敬 像這種 兩個年輕人 這兩種年輕人 他們都是善根深厚 這樣的話 他們求聖賢的學問 就不會有障礙 所以老法書說 如果是心浮氣躁 空著在教你也沒辦法 所以寫金教更困難 佛菩薩來教你都教不好 為什麼 你不能夠吸收 沉浸心能吸收 映竹講的好 一分沉浸 你能吸收一分 十分沉浸 你能吸收十分 現在有幾分沉浸 幾乎沒有 沒有沉浸的心 在古時候 老是不教你的 你隨著旁聽可以 老是不會教你 為什麼 因為你不能接受 不是老是不慈悲 所以這是我們談到傳統文化的復興 老法書說這是非常困難的一個關鍵 很不容易突破 學佛問題也在這個地方 心浮氣躁 對於愛意融化 他認為這是樂事 好事 他天天去追求這個東西 天天在享受 他怎麼肯放棄 就這裡講的 自奉千金可恢 戴人一毛不拔 為什麼 因為他不能夠 接受聖賢的學問 所以後來 後先集集 後來就招感了這個災禍 對於愛意融化 天天在追求 天天在享受 他怎麼肯放棄呢 這一段是老法師跟我們開示 愛意融化不苦 藏寶這段別禮 無可樂得 我們做這樣的一個補充